嗨,你好呀 三月这几周天气都特别好 樱花也迫不及待的开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荷兰的季节 到处都开满了鲜花 家家户户门口那一片小小的土堆 主人家都打理的漂漂亮亮的 特别的美好 我最高兴的还是又可以出门骑车了 这次出行前我特意学习了一些 在荷兰骑单车的注意事项 比如基本的交通规则 还有交通信号指示都是什么意思 荷兰小学生毕业的必修课 就是骑自行车的知识 我们也不能落后了 毕竟安全第一嘛 首先是自行车 前车灯,尾灯,车灵 是不是都能正常的工作 天黑以后不开灯会被罚款哦 没有车灵也是要罚款的 那上路第一条就是 永远要骑在自行车道上 荷兰的自行车道是红色的 大多数路段都有专门的自行车道 所以不需要跟汽车比赛 有足够的安全 所以也不需要戴头盔 那如果没有红色的自行车道的这些路段 就按照交通指示的标志来骑 比如这个就表示这条路是自行车道 是蓝色的圈 红色的圈表示不允许在这里骑自行车 这个就表示 这里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自行车除外 荷兰语这个out和zondert 是不包括自行车 所以说自行车是可以在这里正常的通行 这个就表示 对于机动车而言 这里是单行道也是自行车除外 所以自行车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这个是单向的自行车道 而且不允许轻便的摩托车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电瓶车 是不能在这里骑的 那如果不是红色的路段 也没有交通标识的话 都不能骑 如果被警察抓到的话 也是会罚款的 但你认错态度好一点的话 他就是提醒你一下 然后也不是那么死板的规则 但对于我们自己而言 也还是安全第一嘛 再有这个红色的三角形 也是很重要的交通标志 再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就靠这个了 如果箭头指向的是你 表示你要让行 要让对方先走 要等对方先走 像这个非常复杂的路口 车多的时候是很危险 我有一次就差点跟人家撞上了 而且我用的是绞杀自行车 所以只有赶紧跳车 才避免了一次车祸 其他骑车要注意的就是 自行车要始终靠右边骑 需要超车过人的时候 就星星按两下铃 从左边超车 那如果听到别人星星按铃的声音的话呢 就尽量靠右边骑 把左边的路让出来 给别人超车 还有转弯的时候要伸手示意 左转就用左手 右转就用右手 好了那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樱花吧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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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哪里 有来 我去哪里 你不要 我去哪里 这 哪里 我去哪里 那你 我去哪里 都不不可以 我来 我也去哪里 好 还去哪里 我去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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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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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